hello大家好 我是阿星志 今天给大家来做一期免费注册cloudns域名的教程 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操作 我们先来登录这个官网 大家可以在这里选择自己适合的语言 然后我们来先注册个账号 随便输入一个 收比我一下 射个秘密 这验证码跟网络环境有关系 有点慢 怎么还卡住呢 两个相同的 又卡住 ok 点击注册 必须分开的 要信和名 你没有通过机器人检查 啥意思 就先用重新检查 重新录一下 这里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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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整这处 然后我们去我们的邮箱 击回一下 手机上收到了 这里在手机上击回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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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他 我还有一个 啥卡着过来一下 登录 OK我们这个账号就注册好了 可以登录先来 我们这里可以修改一下那个语言 这样的话就是中文了 然后我们先到这个创建区域这边来 免费区域创建 然后这边可以自己选择一下 随便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我想一下我这个 那个还有注册 试一下 不要用这个创建一下 看正常很多情况下的话就没办法注册这个时候的话就要去就是切换网络或者换IP 我这边来切换一下看一下 我这个换一个稍微好一点 这一个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我来把这几个都测试一下 我刷新一下 我切了个代理 我再测试一下看一下 一般这个代理应该是可以的 我再来创建一下 好了 刚刚的话我录的视频出了点问题 那个耳麦好像有问题 声音都没有没有了 然后我这边从这边重新补录一下 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已经把那个域名创建好了 这里的话创建一名肯定是要一个比较干净的IP才可以 如果你们找不到合适的IP的话 我到时候晚点把我自用了几年的那个机场推荐给你们放到这个文章里面去 你们到时候有需要的可以去看一下 现在的话这个 域名就创建好了 这个服务器的话 它是自带解析功能的 所以直接可以从这边来 添加一个记录做解析 然后的话我们先 添加一个试一下 TEST1就可以了 我们指向828 保存一下 然后等这边更新完之后 他就会 解析 解析 解析好了 然后我们先来 去做一下 托管道 Cloudflare 然后我们先去登录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网络不知道好不好 好像可能 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虽然IP比较干净 但是他的那个速度会比较慢一点 我看一下这个速度怎么样 我先把它切一个 这个速度确实比较慢 这个速度确实比较慢 然后我们把我们这个加进来 继续 然后选择free免费 这边他就会扫描 这边他就会扫描 DNS记录 像这种他就会扫描到很多 然后我们要全部把它删掉 选择全部 我们现在还不能 我想一下 这里的话 这里的话应该不影响我们先把它删除掉 看一下 然后前往激活 然后这里我们得到我们那个服务器我们现在先回到这边来看一下他没更新好 跟我们那个有关系吗 我们先来先看一下 他这个解析进度 原则上他应该会有解析一点 我来看一下 他直接会自动那个 看他有一些已经解析出来了 有没有看到 有一些 这个的话就是刚刚那些其他的一些 指向我们就不用管 原则上他就能解析出这个了 大部分他还没有完全的 设计 配置好 所以他很多很多之前的 不正确的他还没改过来 这我们就不用去管他了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要去把 服务器 改成cloud 的 我们这边来把这些都删掉 全都删掉 然后添加记录 我们这里这里的话添加ns 然后主机的话就留空就行了 然后复制个服务器 指向到这边 再添加一个 一样把第2个添加进去 这样的话两个就过来了然后我们 把服务器就设置好了我们继续到这边来继续 然后检查名称服务器 OK OK这里的话我们就操作完了 我们回到 这个界面去等他剩下就OK的 然后现在的话 我们要去做一个双向解析 正常的话 正常的话就是 这个服务器 有个特点是啥 跟我们其他的不太一样 他要你如果 直接在 cloudflare做解析的话 他不能生效 就是你得 同时在ns里面 也做解析 两个相同的解析 他才能去生效 但这样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要 做一个 做一个操作 让他去直接 直接在cloudflare flare里面去生效 我们先去这边先去 生成一个 A记录 在dns里面 在dns里面 我们先去添加一条解析 我们就是像8.8.8 这条的话就不用去管他 随便大家随便停就可以了 保存 然后把这个名称 我们添加到这边来 添加两项对应的 我们直接可以复制这个 没点出来 有点慢 保存 然后同样再把这个也新增 一样 然后再去新增 新增一条这个记录 然后主机的话是新号 是指所有指向 先把这个复制一下 手术一下 保存一下 这样的话这边的话就设置好了 后继的话我们就直接在 cloudfile去做解析 就能 就不用到 ns里面去做解析了 我们来看一下他有没有生效了 OK 他这边也生效了 今天还比较快一点 那我们同步直接去添加 添加一个解析 我们这里来添加一条test 这个 999 保存一下 我们可以来解析看 这边 这边我们会看到全部是解析出来 10421的 这里的话应该是对应的这个DNS代理出来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代理关掉 那他应该会指向8228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看他这个828出来了看到了吧 因为他是通过 这条解析去中转的 但他要怎么看他有没有解析成功的其实他现在应该已经解析成功了因为他能 带出这个828来 我来把他改一个 我先把这个 开起来正常就把那个小朋友开起来就行了 他不影响他解析 来改他一个那个 我的服务器 这时候我们去访问这个域名 看他能不能访问成功 如果能访问成功的话就是 解析成功了 解析成功了 他现在还没解析出来 那就是 如果没有解析成功就是这样子 现在现在这个状态就是解析成功了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他这边还涉及到一个正数的问题 现在是一个没有证书的状态 我们要回到这边来 去做他一个证书 点边缘证书 这里是一个代验证的状态 我们点击他 这里的话正常的话 他就是两个 他就是两个txt 参数 我们到 我们需要到这边去设置 但是可以看到他只有三个月的生效期 所以我们通过ns记录 让他去自动 自动续费 然后我们添加ns记录 我们可以直接效仿这里直接复制就行了 因为他 指向的服务器是一样的 然后另外的话 这边的话加这个前缀就OK了 复制一下 把这个证书的都加上去 再把另一个 复制加上去 保存一下 然后等他这边执行 这边的话等于他就会生效了 现在的话 就是正常解析没有问题了 只是证书的话等一会 等他生效就OK了 这边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这边的话 教程基本上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等一下看看 OK终于生效了这个证书 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吧 跟我之前测试差不多 就是要这么久 我们这个时候还是之前的状态 我们来刷新看一下 这应该是缓存的问题 我们重新打开一个看一下 OK你看这里就证书 有证书的就安全了 OK那今天的加成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大家帮忙点点赞 订阅关注 感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